大家好,我是Benji,欢迎到ManCube的频道 今天很开心 12月12日,我终于拥有第一对三菱尔布鲁加 当年1617年的时间 这对的炒到,即是OG 的炒到6000多7000元 那时真的不捨得 虽然是黑历史 我当年真的拿了580元 买一对翻版的 莆田顶级翻版 有时想,十分一的价钱 其实是分不了的 但过不了我自己的心理做关 都是怯着怯着 后来真的就捐了出去 没有再穿了 今天终于拥有自己一队 这队更好 因为Reflective 反光的 今早7点多起床 约了我弟弟 9点到Time Square 一起排队 7楼 上去,我排第26个 前面有一半一半 一半大妈 一半自容 见到几位师兄 大约等到10点左右 排了一个小时 接着就派炒了 去到我那里 最大就是UK 9.5 即是US 10 我弟弟 没办法 他应该可以买10.5 他都照买 US 10 我刚才拿了 试着 可以的 但在里面 没得试着 我外面试着 我就买回US 10 我说很快 我E2 30 全部都是买US 10 Jordan 1 9.5 Jordan 3 其他 Tru to size 就是9.5 这里我自己买 大半个 但比例上 是窄 比其他小小350 可能Reflective 它的质地硬些 例如我对Bred Echill 还有对Ebra 我全部都是US 10 但几队都比较松一点 这队刚刚好 包到陷 这队 这队 我在Adidas Time Square 7 楼 原价是$1,999 $2,000 比普通版本 是$100 因为是反光 这队美国还未出 美国是要18号才出 香港就早一点 12号出 盒子 和普通350 没有分别 都是350 这里 US 10 后面也是 普通的easy盒 我拿出来看看 好硬睡 我拍完 然后睡 好 看看QC 很快 OK 没有交水值 OK 整队都OK 但我觉得好像橙 橙一点 我记得OG 好像没那么硬 好像偏红 好像偏红 但这个是橙 反光 螢光橙 里面的鞋 也是普通灰色 Dedictus 鞋 也是350 刚才试穿过 UX 10 刚刚好 包着脚 很健康 很健康 但如果你的脚偏闊 建议 我现在买大一半个 如果你的脚偏闊 可以买大一个码 因为它侧面是窄一点的 而且上面这个位置 比较压 就是这个位置 压一点 我穿就OK 刚刚我自己穿 那条鞋带 应该没有refactive 一会儿我拍一张 闪光灯 拍一拍 看看有没有反光 没可能知道 对普通30 都是情义结 老实说 真是觉得 Editus 开始了一点 那个hype 即是easy 的hype 没有了 想想我去排队 我排了一小钟 就买得到 比如昨天 那对Cool Grey 即是John11 是排到整行 这里真的只有 我排了26 后面我走完之后 排了10多个 加上也只有40多个 真是 都是情义结 这是总之 2千元 那就买回憶 对我来说 对 对 对 这里我会穿的 真的会操着 我真的会操着 如果你想买来投资 那就算了 因为价格差不多 投资真的容易 如果easy 投资只得到 Foam Foam Runner Slide 拖鞋 那些可以投资 但这些就没得搞 玩完了 听来他 他这么大量的出 根本 消化不了 这队已经算有人排队 之前的三菱石头 在网上 整天都没卖完 一情二结就买了 这队 都是 OG 颜色 这队总之是1,999 有兴趣 应该没有了 官网也没有了 可能贵 一两百元 有机会找到 STOCKX 现在有价 大约2,300元 左右 但美国还没有出 之后可能会跌多一点 如果想买不急 STOCKX 的话 等到美国出了 到来才买 现在都是unrelease 现在这队我总买的STOCKX 根本是平手的 我自己保持 今天就这么多 下期再见 拜拜